第一面不停的流出黄色泥水 五号中午左右 位在南投仁爱乡南风村 被淹没的加油站前 只见救护车在路上紧跟在怪兽后面 位的就是要赶紧进到部落 将需要后送的民众抢救出来 公路总局也在五号中午发布消息 南投仁爱乡目前有七处道路受阻 分别是台14线南风段 上梅桥路段 仁爱桥路段 小鹰桥路段 春阳段两处 以及卢山段 而台14线上72公里处 零五零南风路段 以及台14线上76公里 加200物色路段仍传出灾情 虽然公路总局预计受阻及灾情道路 会在五号下午五点进行通行 但杜达村长表示 截至六点同八十五线人未乘通 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说卢山那边的好像垮得更大 要修复的话可能有好几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有那个对外交通能够开通 然后现在电的问题 已经停电两天了 然后我放在冰箱的东西都已经腐烂掉了 都没办法再使用了 村长表示卢山温泉区 在网内走约五公里左右才会到都达部落 面对持续土石流 最盼望的人是希望道路尽速抢修 目前约六七百人左右受困于都达村内 电力尚未恢复 目前靠族人提供的发电机支应手机行动充电器 提供电源以保电信畅通 另外目前卢山部落的族人林坤山山日下午起车外出前往精英温泉巡查农天后 至今仍未返家 音讯全无 目前家属向警方报案 目前部落也以筹组搜救队希望找到林坤山的下落 元秀总的许家荣南投人I采访报道